位于壁画左侧崖岸上 一位僧人双手合十 正礼拜菩萨 身后的弟子相貌似猴 双目远征 昂头鹿尺 也跟着双手合十礼拜 马背上 拖着异议发光的精服 这一壁画内容正是唐僧取经图 这一故事 因古典小说西游记而家喻户晓 画中的猴行者 就是护送唐僧西天取经的孙悟空 同样的形象 在第二窟西壁的水月观音图 和瓜州境内的东千佛洞 也有出现 这些壁画均绘制于西夏时期 也就是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纪 画中出现的猴面行者 比西游记这本书至少要造三百多年